畫面中一名黑衣男子左手抓著刀 在白貨公司四處走動 下一秒發現前方目標 竟開始持刀砍人 南安經濟到成南市盆堂區書宴站 發生隨機砍人事件 男子以墨鏡遮臉 持刀追趕白貨公司的民眾 部分青紅皂白 隨機攻擊 而就在闖入白貨公司前 男子還開車撞公車站 前輪爆胎 擋風玻璃碎裂 整體事件發生十多分鐘後 在現場遭警方逮捕 男子早逮後不斷跳針攻撐 很久之前就開始受到不明組織雇用殺人 警方目前正調查男子犯案動機 由於要檢呈現陰性 也沒有發現有酒罪情況 將採集毛髮進一步分析 並檢查男子心理狀態 然而就在隨機殺人案發後 網路上又傳出有網友發布預告犯罪 聲稱4號將在水仁彭堂縣 無理站犯下隨機殺人案 原因是前女友住那附近 目前警方已緊急部署警力 全面戒備 這新聞 光吹報導 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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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